詞 陳偉雅 曲 李宗盛 各位小娃 我先講幾句廢話 朱建如師邀請我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們在他事務所討論設計 然後我要離開的時候 他就突然丟說希望我來這個講座 我那時候沒有放在心上 因為我不好意思當場拒絕 我說還找兩個多音 我應該會很忙 會有要出差幹嘛 到時候我拒絕他就好 那沒想到這個時間真的空下來 我真的沒有約會 我時候只好答應了 這幾張照片是我 剛剛才加上去的 我放到最前面 因為昨天 蔡總統就職 我在想說 蔡女士 蔡總統她跟我同年 她跟我同年 她當總統 我常跟我朋友說 我20年前就放棄選總統了 我就放棄了 為什麼我放棄 我如果選總統我不能做這些事情 我自己很得意 這個是藉口 其實那時候 那個主辦單位問我要講什麼題目 其實我也 我就隨便丟個題目 是前兩天我才認真開始想說我到底要講什麼 不過那個題目也應該蠻接近的 我今天大概會 對不起我先講好 今天不是演講 我不是專家 然後也不是做簡報 所以請各位放鬆 我今天大概會分三個部分講 其實這個都是很個人的 我不是什麼文史的專家 或是建築的專家 甚至我做設計 我是半入出身的 但是我做一件事情 我就很投入 我把它當成是我的樂趣 今天大概會從這三個部分講 第一個就是城市的記憶 我最喜歡的一本書是 這個我沒辦法到處走動 我只能站在這裡抱歉 因為它幫我準備 我準備了縣 但是它那個接頭 它沒有接頭 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叫做看不見的城市 我相信大家都 很多人都知道這本書 那裡面有一句話 我用這句話來做一個開頭 就是從這一面到那一面 城市的各種形象在不斷的翻轉 但是沒有厚度 只有正反兩面 兩無話既不能分開也不能對看 我很喜歡看地圖 尤其是古地圖 這一兩年我自己上網 再收集一些地圖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尤其是 如果是 在我生活周遭 我可以看得到的 然後我去收集古地圖 我可以去把它重疊 好像一個 好像一張 我們說的描圖紙一樣 tracing 我透過它 我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個地方 一百年前是什麼樣子 我從這三個點來講 上面那個點是我現在住的地方 中間沿城區 那是我出身的地方 下面那個點 就是我們設計公司 我平常在上班的地方 先說我住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以前叫做比亞陶 或現在是眷村都已經改建大樓 所以我們家是可以看到左營軍港 那其實離那個左營舊城很近 旁邊就是左營舊城 最近我常常走到那個地方 我因為這個方圓 大概十分鐘之內都可以走到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照片 這個其實現在的網路上都搜尋得到 我們家就是在那個炸彈 炸的最厲害的那個地方 那個是 這個是B24轟炸機吧 這是左營軍港 高雄市區 我在看這些照片 然後我去對那個地圖 其實那個圖是日本人做的 這是1898年做的地圖 我把它重疊在一起 然後我去想說 100年前這個地方是什麼樣子 然後70年前這個地方被轟炸過 我覺得這個感覺很奇妙 我住在這個城市 我用另外一個方式去思考說 這個城市的風貌是什麼 因為這樣的都市 就是養成今天我的人格特質 我覺得很有關係 最近附近的一些眷村拆掉 清代的城牆就跑出來 竟然 竟然這以前的城牆是被那個眷村那些房子 黏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那個炮台被挖洞 然後當廚房或什麼 然後還有一些廁所的瓷磚 就黏在城牆上 我覺得這個太精彩了 我希望市政府把它留下來 因為那個是就是 就黏在上面了 那個是 那個就是歷史 你把它清乾淨就好 我覺得這個太精彩了 我一個人站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 我住的地方的附近 就有這樣的古蹟 我覺得很精彩 這個都市真的很精彩 有一些城牆其實旁邊它有處家 那眷村的部分它已經拆掉了 所以那些城牆是僅靠著一般的住家 這個是我們的都市 我們生活的地方 這是應該是三年前我到眷村裡面去拍的 那時候眷村的人幾乎都差不多走光了 變得很安靜 我知道 這個景象很快就會消失了 所以我花一段時間趕快去拍照去拍照 果然過了不久它就被拆掉了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城市的記憶部分 我成長的過程 這個東西一直在那邊 但是這幾年它慢慢消失了 那隻狗那個景 那個海角 海角7號好像有到這邊拍過 在它還沒拆除之前 也是在眷村一個 一個雜貨店 一個鎬馬店 現在全部都拆光了 這是那時候在拆的時候 這應該是那個 蟲石還是哪裡 那時候在拆的時候 我趕快進去拍 然後有一些小朋友在那邊撿東西 撿門牌什麼的 有一些傷感 前兩個禮拜 我的一個朋友 他 他找我們幾個要好的朋友說 去看他們家以前留下來 就是在 在 左營大陸以前 老街裡面一個叫做什麼 觀光大戲院 可能大部分年輕人不知道 那在巷子裡面一個戲院 那這個戲院是他老爸留下來的 他們家幾個兄弟 一個人分一個戲院 他們家在左營區有三個戲院 然後他留這個戲院 他找我們幾個朋友去看看說 這個戲院拆下來要怎麼辦 他希望大家可以幫他想想辦法 這個戲院是應該是 其實我在看那個房子 我就大概就知道 建築師應該知道 從那個地磚那些細部 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這是什麼年代 就是五零年代 就是戰後 十年之後 開始左營地區 開始新生那段時間蓋的 我後來給他建議說 你就做一個 剛夠的盒子放在中間 然後讓 藝術家在那邊當工作室 然後也是你的客廳 藝術家可以幫你管理那個空間 不要讓閒雜人進去 然後你可以當一個 自己的客廳 周末可以找朋友去那邊 炫耀自己的 留下來的東西 我不曉得他會怎麼處理 這個是都市的一部分 我們記憶的一部分 在往東 就是 就是軍港 我常常坐在陽台上 自己坐在那邊 看那些軍艦 我說 我常常跟朋友說 我繳稅 然後買拉法業艦 我要看得到他們有沒有在用 阿兵哥 現在阿兵哥很輕鬆 我說 看他們有... 那艘船 剛開出去那艘船是我兒子 當兵的時候 他坐在上面 他打電話給我說 老爸我要出去了 我趕快跑到陽台去看 然後看到船開出去拍照 這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經驗 他很幸運 他當兵當海軍 然後 船艦常常會停在我們家門口 對面那裡 不是門口啦 就是陽台看得到 他有時候中午 他就騎腳車回來吃飯 他有一次在升級阿 他打電話 我要升級了 然後跑去拿網眼鏡看 這是我們的城市 我們居住的地方 再下來就是 施甲 我們公司在哪裡 我們同事 施甲那個地方其實日本人很早就開發了 一些沿的高雄港一些化工廠或什麼 很早就開發 一樣喔 四五年 那時候 美軍從菲律賓 四五年就是 二戰的最後一年嘛 美軍從菲律賓 就 B24轟炸機 就開始轟炸高雄 一百多年前 然後 這個都市改變成這個樣子 下面那張是從我們公司 往高雄港看 住在一個工業都市 然後一個 有港灣的地方 我覺得 我覺得很奇妙 其實有幾個 Norman Foster 他好像是 曼特斯特 英國曼特斯特 也是工業都市 Beatles Beatles在哪一個都市 就是 然後 日本那個建築大使叫什麼 在 安藤忠雄 在大阪 工業都市 會帶給人成長 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我很喜歡 沒事 就到港灣去看一看 到漁港去 這個其實從我高中 就有的經驗 我高中 那時候 貨櫃常開 才剛剛有 我 翹課我就 跑到那個港邊 然後看那個 吊車在吊貨櫃 我跟同學在他們聊天說 我好想透渡 我如果 鑽進去然後鑽到貨櫃 貨櫃上面 然後跟 跟那個船長說 我 我只有十幾歲 你讓我帶我 帶我出去玩好不好 高中的時候 就要幻想這個 上面那張好像是在 小港漁會那裡 然後 漁港 貨櫃碼頭 這個都市 我拿著照鏡機 進去前任漁港 啪一直啪一直啪一直啪 我後來回去看 我自己看了 我覺得好感動 這 從那個 那個 那個漁獲從船上一直丟下來 然後這些人在那邊 忙著那邊拉什麼 然後那個 那個石器在 在那個地表上這樣 我看那景象那個很感動 這是台灣 這就是台灣 有很多景象就好像 我做的那個地圖一樣 一百多年前的 地圖 然後跟現在的Google面 堆疊在一起 然後 在那個碼頭也是 最前面就是那個 以前的 中船嘛 現在叫什麼國際什麼 什麼 台灣國際早船 然後 然後 它的前面就是漁港 然後漁港的裡面 就有 吃海鮮的 塑膠椅啊 然後 吃檳榔啊 抽煙啊 這個 我上次 帶日本人 帶老外去那邊吃 他好興奮 因為我開車開很久 帶他去嘛 他一直在想說 洪先生你帶我 這麼遠 跑到這個地方 一定有什麼好玩的 我一下子 看到他吃 哇 他吃得好高興 他吃得快哭了 這是高雄 這些很 很 很個人的 經驗的 理念 這些形象 在我腦海裡面 其實 我想說的是 這是這個都市的性格 影響我 深深的影響我 我是在岩城區 出生的 那一百多年前 從堆 從這個 這個堆疊的地圖 看得出來 其實就是餘溫嘛 不是餘溫啦 就是 岩埔 曬岩的地方 它根本就是 一些 也是一樣 1945年的時候 岩城區 高雄港 被轟炸的 你可以 像這個是柏爾 它畫這個地方 你看那個 鐵路那個地方都被 丟 丟那個炸彈的那個洞 我父親那時候已經來高雄了 他說他們 轟炸的時候一定要 台灣話叫 收開 有沒有 結果趕快 離開高雄到鄉下去 就是 然後等轟炸完再回來 收拾家園這樣 我不是在講文史 就是 這其實是很 我剛剛說很個人的一個經驗 我因為 最近 尤其是去年 我母親走了 我 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最近也常回岩城區 有時候早上11點鐘 怕還是那麼安靜 我那天走過去 想要拍一些照片 我突然覺得說 我的人生 就是在這幾個地方 那是我出生的房子 我今年60歲 我今年60歲 那房子 應該65年 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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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像我這種年紀的人 尤其在都市裡面的 你還可以回頭去看自己出生的房子 非常不簡單 尤其在高雄這麼年輕的都市 所以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留下來 我希望我的兒子 我的孫子 還可以看到說 他老爸 他阿公 曾經住過這個房子 甚至在這個房子出生 招牌 這我家 我家是中間這個 我們家以前是開藥房 所以這邊有個招牌 現在這個房子拆掉 現在是停車場 以前叫這個 我記得以前是中央信託局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印象 那邊常常看到那個 那個黑頭車 那個 60年代 那個黑色的美國大車 尾巴 真的很誇張的那個 就停在門口 那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就中間那個房子 其實 其實 左右鄰居 有很多 很多人都還住在那邊 最近那個 我那個老房子隔壁 他要搬走了 我說 我說我在二樓出生的 他說啊 我在三樓出生的 我說啊 很奇妙 我那天在附近走了一圈 我走到後面 後巷子 那個修皮鞋的 我小時候就有了 你能想像嗎 那修皮鞋 我小時候就有了 現在是他的 那個 他的兒子在坐 後面那個延城街 有一個巷口 很小很小的巷子 我小時候在 那個巷口 我小時候有一個麵攤 我常在那邊吃麵 那個湯麵 兩塊錢一碗 然後上面有兩片肉 那兩片肉都是 全部都吃完 留到最後吃 因為捨不得吃 一個都市 一個都市如果你可以 找到這些小角落 你可以講一些故事 你可以有一些記憶 你可以喚起你的一些回憶 這個都市 你就會愛這個都市 就是 我的兒子 他在台北出生 他的成長過程 他就是住在大樓裡面 他以前住在大樓 他的成長過程就是 前面空地 然後大樓蓋起來 然後反離開 其實他對這個都市的印象就是這個樣子 那也許 也許他有一天就會離開了 他對這個都市 他對這個成長的都市 他有沒有像我那樣的感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轉過去那個 賴南街 就 我老家後面 那個賴南街那個 菜市場 以前我媽在那邊買菜 菜市場還在 然後賴南街穿過 五福路 就是嚴城教會 我的父母親 都是在那邊當長老 他們都離開了 那 我在這個教會受洗 我在這個教會結婚 我在這個教會送走我父親和母親 那我剛剛說的這幾個點 就在 就在五分鐘的這個路程 這個小小的圈子裡面 那我今天又可以回去 我在那邊工作 我在那邊工作 我在這附近 就是這個都市 好 接下來講品牌 我有做三個品牌跟大家介紹 第一個品牌是 應該是十幾年前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想說要到中國去 業主 說要去跟中國 要做一個新的品牌 要取個名字 我說 我說 我說這樣子好了 我先來找一個藝術家 跟他溝通 然後把我的想法跟他講 然後 請他 做一系列的畫冊 然後我再從畫冊裡面去 找靈感 然後這個畫冊 將來也可以做包裝的素材 那時候我的構想是這樣的 我覺得現在聽起來都很 都很前衛 我覺得我很自豪可以這樣做 甚至這個畫冊做完之後 還作曲 就是 後來又出了 就是出了一張CD 就是根據這個畫冊做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 後來完成的這個畫冊 還有其中一個配樂 我就 把它放過去給大家看看 我 在跟這個創作者溝通的時候 我跟他說 我就跟他聊天 我說這個 不用有什麼特別的故事情 就是根據我跟你描述的 我的成長過程 我對一些 一些環境的看法 我的夢想 然後他就 他就開始創作了 這個音樂是 我後來這個畫作完成之後 我就找一個 音樂創作者 他做了六首曲子 燒成一個CD 這個音樂是 我後來 這個畫作完成之後 我就找一個 他做了六首曲子 他做了六首曲子 燒成一個CD DEF C F C D 後來這些圖像 他都可以單獨抽出來 放在包裝的什麼角落 所以他可以做很多的應用 OK 這個就是後來用這樣的圖像做一些各種包裝的產品 不同形狀的包裝盒 還有很多啦還有紀念品什麼很多 我交代那個大陸的同事幫我拍 他用手機拍拍得很差 後來我就自己過濾放了一些 很不錯喔 這十幾年前的東西我現在看起來都覺得 我很佩服自己有這樣的觀念 我很謙虛啊但是這個真的做得不錯 第二個品牌叫吊詭 吊詭是一個畫廊 我最常被問的問題是你為什麼要開畫廊 我開玩笑說因為我生意失敗所以我開畫廊 我說高雄不缺麵包店 不缺餐廳什麼都不缺就是缺這樣一個空間缺畫廊 尤其在高雄那個地方 在延城區那個地方 那個老房子 你留下來你就是好好的用它 做畫廊就是對了 這個畫廊是一個我那時候做餐廳 做生意喔不要搞氣質 因為搞氣質就很慘 現在想起來就是 不過好的東西會留下來 我放全章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個空間很棒 這個房子是 後半段就是靠近後巷那段 就結構都打掉然後重新用鋼垢去架起來 然後做一些 做一些挑空 然後四樓 鋼垢 採光天窗直接把光線引下來 所以因為 因為傳統街路很深嘛 所以你當你上面有 挑空採光進來的時候 那整個空間的感覺就不一樣 三年前 決定 因為那個餐廳 擺很久了 其實已經擺很久了 三年前決定把它改成畫廊的時候 就開始敲 然後 就敲的時候 我就 我根本不敢看 我拍完就趕快走 那個實在是 快掉眼淚 你知道那個 那個地板 那個小塊那個 瓷磚 那個從日本進口 然後 因為 因為我挑白色跟灰色 然後 5050比例去混 小塊 就貼地板 日本說 你必須在半年前訂 它才可以幫你出 混一起的 我不可能等那麼久 所以我兩種顏色都進來 然後我自己去買那個大的塑膠桶 塑膠 那個小孩子在洗澡 那個 把那個 那個瓷磚一片一片 那個後面不是有那個紙嗎 那個叫什麼紙 然後 泡水 然後一片一片把那個紙拿掉 紙拿下來 然後用夾子夾在那個衣架上這樣 晾乾 然後 那個小塊瓷磚在 1比1兩種顏色混在一起 再跟 泥水工借那個 那個放瓷磚那個塞的 然後1比1就這樣塞 塞 塞 然後 再把那個紙釀乾拿下來這樣貼回去 搞了一個禮拜 所以這個拆的時候 有啦 現在你還可以看到後面廁所 那個還保留 你看那個菜梯 你看中間那個一樓通到二樓那個菜梯 那拆掉了 那簡直是 那簡直是藝術品 採光空間 我在 我在二樓跟三樓中間開一個 開一個門 因為想說藝術品可以從那個地方下來 最後最後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要做一個吊車 天車啦 就是那種工廠那種吊車 我說 這是我一輩子的夢想 我一定要做一個吊車 我在房子裡面一定要吊車 就坐起來 真的很棒 一個房子裡面有一個吊車 那上面有軌道 這吊車 也是一個景 整個 整個建築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景 開畫廊 看那些年輕人在布展 很快樂 真的很快樂 提供這樣的平台 然後 讓年輕的創作者 有一個地方 可以 可以表現出來 這吊的時候 我有交代他們 一定要讓我 按那個遙控 所以他們在那邊扶著 我按那個遙控 這藝術家他自己布展 那個是 那個算是陶 還有一個作品可以 就直接吊在那個吊車上 因為那個吊車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從上面掉下來 你可以去調整那個位置 那這樣的作品 是不是很棒 現在放的是這個是我們第一檔 那第一檔 這件事情我一定要講 第一檔 我們在 因為我們那個旗樓有退縮 那個玻璃門是退縮的 不是坐到滿 是退進來 所以 那個旗樓進來 還有一個是 半開放的空間 可以放比較 大件的作品 然後 那個室內跟室外中間 有一個緩衝 就是 沒有做到滿 那這樣 這樣的一個空間 會有一種緩衝 我們第一檔的時候 做一個很大件的鐵雕 因為那 這個 我那天趕快 打電話去叫那個 那個叫什麼 推高機啊 從公園路那邊 那開過來 三千塊 說趕快趕快來 那就把那個 就推 就推到七樓 就從七樓推進去 放好的時候 隔壁 畫廊隔壁 就做窗簾的老闆 他其實 我們在施工的時候 他就 跑過來看 這傢伙幹什麼 整天他們 他很好奇 那一天 就是開展的前一天 這個 他看了我怎麼會有 那個 推高機把 把一個 一個很大的東西 推進來 他跑過來看 然後推 我們去 然後那個 隔壁那個老闆 就 就繞了這個作品看 繞了一圈 王先生 我不懂藝術 但是這個 這個實在是太美了 真的是太美了 真的是太棒了 他說 我很慚愧 我要趕快把我的七樓整理一下 我真的是 這個就是開畫廊的好處 你讓 你不見得懂 但是 你對一些人產生的影響 對這個都市 對這個社區 對這個街道 都產生了影響 這是這一檔 當建築的結構 你去 他的整個架構 安頓好說 其實 好的設計是不會退流行的 你看之前是餐廳 我把它整個改掉之後 那個空間的品質還是在 我相信他50年後還是 還是很棒 如果 如果有人去維護他 有去使用他 這是二樓的作品 我在前面那個地方出生的 前面那個作品出生 第三個品牌就是我們的 那個 我們的設計公司 那個 這個圖像是 這圖像其實是我從垃圾桶撿到的 那時候我們那個 烘培那邊的一個 一個藝術總監 設計總監 他 常常打樣啊 材質啊 剩下一些紙 他就沒事在那邊畫畫 就畫一些 然後丟到垃圾桶把它撿起來 現在變成我們設計公司的LOGO 這個是 應該是八年前了 這個品牌怎麼產生啊 那時候 阿貴沒有來 那時候我跟阿貴去 我們去 我們去 泰國一趟回來 那我就跟他說 欸 我對設計還有 還有某種天分 我們是不是來 弄個設計公司 然後 你也懂腳號車 那我可以設計 我們來把它變成商品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開始 其實這個真的是不幸 哪有那麼簡單 不過這個是題外話 這個品牌是這樣產生的 他叫Dolly Old Monkey 因為 想說 這個圖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有常 喜歡騎柴山 騎到柴山就碰到一些死老猴 擋在路那邊 然後我也是屬猴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那個是 我們這個品牌是 因為是 主要是做單車配件的設計 單車的精神他就是 要簡潔 簡單 用最簡單的設計的手法去 解決問題 所以 我們叫Low Tech Low Tech 但是要Smart 要聰明 我每天 不是每天啦 我常常看電視 我覺得那個 沙發旁邊就 四個遙控 我從來不會用 我拿起來 然後趕快戴眼鏡 走 那叫Stupid High Tech 其實Double按鍵 你都用不到 Low Tech 就是你從 最簡單的 去解決問題 然後做得聰明 這個是腳踏車的基本精神 所以這個是第二 就是這個品牌 我們設計公司的品牌 接下來講設計 我常跟人家講說 設計是一種衛生習慣 就是 你的生活的體驗的一種反應 我先 來跟大家講 什麼叫很糟糕的設計 因為要罵人家是很簡單 這個是我們公司的廁所 你覺得這個廁所 我是從 旁邊是女廁 我是 我是從 走到這樣拍進去 你覺得這個廁所有什麼不對嗎 你覺得這個廁所有什麼不對 你覺得外面的人走過去看到裡面 有人在那邊小便對不對 不對 這是很簡單的 這叫衛生習慣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讓外面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走過去看到裡面有人在小便 建築師千萬不要做這種設計 千萬千萬不要做 我發現現在很多公文建築還是這樣做 從外面就看到裡面 他怎麼解決 他外面 他有做一個門 但是那個門從來沒有用過 那個門從來沒有用過 他保持開的 然後就是裡面有人在小便 這很糟糕的設計 這個還是衛生習慣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什麼呢 這是一個透明的升降機 就是我們辦公室 你做透明的升降機 所以你要讓人家看到那個升降機在跑 那你要收拾乾淨 你覺得這樣可以看嗎 那個電線 電線掉在那邊 然後那個按鈕 然後 你要讓人家看到說你要去設計好 你要收得乾淨 它是一個工業產品 但是你要收得很漂亮 它是透明的 你要讓人家看到 但是他就這樣做 好 好 這是我每天在罵的 這是一個交通號字 它是有三個實相 所以 他就很聰明 說好 那我就寫字跟你講 就是 這個中文 要 值得要從左邊唸過來 你不要橫的唸 這時候 開車的時候你要判斷 這個中文是這樣寫 請依 箭頭 綠燈 指示 方向行駛 你叫開車的人 在開車的時候 去讀那個文字 而且你在讀之前 你要去判讀說 它是從 它是直的 然後它是從左邊唸過來 你覺得這個聰明嗎 它有想到 我告訴你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怎麼解決 很簡單 你做紅燈的箭頭就好了嗎 三個實相就很清楚了 這是不是ROTAT 這樣是不是很清楚 不要以為一般人 做那種笨的設計 這是飛機 這是我搭飛機 這個機型我做過好幾次 你覺得它錯在哪裡 不是錯啦 就是笨 笨的設計 它把那個 它把那個 調整那個座椅的那個 坐在這個扶手這邊 我好幾次都被 就是 飛機降落 不是空姐會來說 什麼那個靠背要調好什麼 我說我根本沒有動 為什麼會 因為我去靠道 坐在那個位置一定被人家碰到 這個還是商無倉 好 現在講好的設計 就是我們公司的設計 第一個是拖車 腳踏車 現在講拖車是cargo 就是拖貨物的cargo 這大概就是市面上一般傳統的cargo trailer 我先講講這個設計trailer這個由來 就是那一次我們 我跟公司那個阿貴 我們去泰國參加比賽 然後 那個是 我們就從香港 曼谷 然後曼谷轉國內線到那個青萊 我們大包小包 那個腳踏車都打包嘛 都拆打包行李啊什麼 然後出了機場 怎麼辦 因為飯店有一段距離 後來我們就叫那個三輪車 那種 電動 馬達三輪車 就一步 三輪車帶著我們的行李跟腳踏車 然後我們做另外一步在後面追 這樣去飯店 我後來想說 我們為什麼不設計一個拖車 一個行李 我們出了機場 就可以掛上去 然後就可以拖到飯店 這樣不是很好嗎 這很聰明啊 就要知道 請本來時間到達龍 你很高興 我不能ired 你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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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快點 你快點 這是我們公司第一個產品 就是我們構想就做出來了 我們那時候就報名那個歐洲車展 車展獎的比賽 我們不能去車展 因為我們排不進去 但是我們把這個報名了 那一年就得獎了 就很得意 其實沒那麼簡單 第二個是水浮架的承載系統 水浮架就是大家知道 這是一般的市面上 一般的設計水浮架 水浮架它可以用很多材質 有一個carbon比較高檔 各種顏色 但是都是 就是 都是一樣 它就是一個硬的東西 然後你要把水浮塞進去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 就是傳統的水浮架 這個 大部分的腳踏車 那個車架上都會有鎖孔 那是工業標準 就是 不管是在 哪個座桿或是 都有那個鎖孔 它來鎖那個水浮架 當然 有些 它會做另外的 夾具是可以鎖在 座管啊 或是handle bar 那個 手把上面 但是 還是一樣 它就是一個 你就是這樣 就是要這樣子 所以這個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 我們長期都知道 因為你 你用硬的 這個水浮架 你只能用 大部分都用塑料 你不可能用太好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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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 那個什麼 SIG 那種 或是 或是這種 看起來比較燒包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硬的嘛 硬的你塞進去 就 硬 跟硬的碰在一起 就馬上就會有刮痕 所以通常都用塑料的 水浮 塑料水浮 不健康 不安全 尤其你在 你在戶外運動 那個曬太陽 很不好 所以我要想一個辦法來解決 什麼辦法 就是 是不是 架子可以跟水浮一起 可以拿起來用 這樣就 不是就解決了嗎 因為它有兩個鎖孔 那你必須解決說 我怎麼 讓這個鎖孔 有一個東西 可以跟這個架子套上去 那我要用的時候 可以拿起來用 所以這個架子 我們做了其他的延伸 它可以做包啊 做什麼 那我們要做這個夾桌 它可以夾在 其他地方 而且 也可以給這個鎖孔用 因為傳統的價格 你就不能這樣 這是我們後來延伸 做出來那個 小包包 你在短程的旅行可以用 就是同樣的系統 的延伸 小包包 再來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承載的系統 這是傳統的 這個 腳踏車架 不管你做什麼樣的材質啊 你鎖在哪裡 它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就會不同的包包 來掛在那個架子上 你要怎麼掛在架子上 就是那個包包要有一個扣件 才能掛在那個架子上 這是一定的道理 你看那個 那種 這種 這種扣件 有沒有 這種扣件 你就掛在那個架子上 那這會有什麼問題 這包包你拿起來 你要背的時候 就很不舒服 因為它就是有那個扣件 你再怎麼變 它就是有那個扣件 我想辦法把那個扣件拿掉 這個扣件 就是 這把扣件 own 這個扣件 這把扣件 你還是得到 這把扣件 就是做一個像倒過來的口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然設計沒那麼簡單 就是一個構想出來 然後就真的絕對沒有那麼簡單 這中間 這血淚的過程 你一個構想出來 然後你去來回檢討 然後去打樣 打樣之後回來要測試 那材料 如果你要外銷到歐洲 你要知道說這個材料合不合 他們的環保規範什麼 很複雜 全部都做好了 市場要不要有這個東西 不一定 好的設計不一定是好的商品 好 我三部分都講完了 最後 就做一個終結 對 我剛剛說 我那生活的幾個點 在那個炸彈投彈的那個範圍裡面 這是我出生的地方 在那個時候 我四五歲的時候 那時候一個小男生 會趴在窗台上 看國慶遊行 那個年代是韓戰 月戰還沒開始 剛要開始 擺設恐怖 但是我只是一個四五歲的小男生 這是非常個人的記憶 但是這些記憶 拼奏成這整個都市的記憶 CAMINO說 隨著時光流逝 我慢慢明白了 只有存在的東西 才會消失 不管是城市 愛情 還是父母 謝謝各位